11月5日,导演徐克发文缅怀金庸先生,他表示,听闻先生去世的消息后,数日来心情都不能平复,先生殷荣晚在,无限感激,一切记忆永存后世,更自自动情地表示,沧海笑唱浮沉浪,书见风雨说江湖,结伤狭影近以往,桃花虽在意黯然,网友看到后纷纷留言道,你瞧,这些白云聚了又散,散了又聚,人生离合,亦父如私,金庸。 徐克跟程晓冬简直就是双剑合璧,把金庸的江湖展现得淋漓尽致,有水平啊,发现大导演都是文学造诣很高的啊。 非凡娱乐整理报道